比亞迪出了一條數的 和大家報報大概的數字 收入大概是升到38% 剩利潤下跌2.8% 去到30億左右 全年累計新能源汽車的銷售 就60萬架 增長超過兩倍 你覺得這份業績 你又覺得歐美企呢? 只看去第四季 因為始終看比亞迪就逐季出業 頭三季都之前知道 反而焦點在第四季 看到就相對是比預期中都差幾多 收入那邊問題不大 你見到只看第四季按年收入都升到3.7% 但是去到那個順利那邊 都要跌成接近四成這麼多 這個按年 如果你說按季更加跌超過五成 這方面我覺得有少少令市場失望 因為本身可能第四季 看到去買車的量不是特別差 我亦都相信這次你只看他整車那部分的業務 其實都算對半的 但是為什麼你說毛利率 都在第四季進一步是跌 跌到只有13%左右呢? 那個毛利率都有一個很大的下滑呢? 那原因就是說因為本身一些高毛利的業務 譬如他之前做口罩的業務呢? 就已經少了 因為本身你沒有了高毛利的那些反數呢? 整體的毛利率會受到影響 那其次我亦都是比較擔心 就算你說算他整車那部分的業務呢? 那面對著譬如電池的成本又升 跟著說那個是大宗商品 譬如是你造車的鋁 那些港的價格也是升 那所以令到他造車那部分的毛利呢? 都有些是壓力的 那還有他本身也有電池那部分的嘛 那電池也都會受到 譬如電池價 或者可能去年都升得比較多的理價 去到影響著那個margin 那所以如果你說只看第四季來說呢? 我覺得是有少少是令市場失望 那你說去到今年 那我暫時看一份業績呢? 就好像沒有給一個很清晰的guidance 究竟是怎樣 那可能他只是之後分析員的會議呢? 會是說回呢? 那但是我相信重點都是剛剛提到的 究竟說那個就是造車那部分 除了你看到的量有沒有上升 賣不賣到之外呢? 本身每一部車賺的利潤 那個margin呢? 是市場現在最積極關注的那個重點來的 如果你說接下來 見到那些商品價格可以回一些 或者可能那些鯉 或者電池的價格也可以下一些 固然是有利的 那但是相反 如果你說見到這些商品價格 仍然都是高居不下 甚至乎再創一些新高呢? 那其實對於整車這部分 都有一些壓力 那再加上可能就是說 第四季為什麼都出貨出得不錯呢? 就說因為那些消費者就是追一個 所謂補貼的尾班車 是因為大家都知道 去到今年基本上二月打後呢? 很多的電動車那個是中央補貼 都是比去年是減少了三成的 那所以就算你說第四季 那個出貨量做得好的 那就去到今年 譬如可能二月之後 又面對著疫情的反復 面對著那個價格又有個是上調補貼又減少呢? 那基本上可能都對於可能 即未來這一兩個月 出那個銷售量呢 會是有些壓力 那所以短期來說 可能比壓迪那個股價呢 我自己看那個情況 就未必說會真的太理想著了 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